左边是中国队的大口,右边是韩国队时间,这是一场中韩战 大口阶梯刚才下载小孩,今天晚上是近六强的比赛位置,有六个角色,六大主力角色是不能用的 你叫我干嘛,我怕你睡掉了,你们这房门啊,维持秩序,欢迎多多,欢迎和尚去跳动 现在的比赛,大家觉得小草应该说奔着一挑三的想法来打的 跳过去,这个时候发布其实是在送死啊 不能用,怎么说呢,不能用六强,对于每一个选手都多多少会有一点影响的 大口的逃,一周逃就这么被放倒了 都挺听话,黄瓜没事看,不是一笑看吧 加油 没事,没事点赞啊,没事点赞 都用你们发财的小手啊,帮主播点点赞 我们赞现在太可怜了,连三万的都没点到 八神马力是不能用的吗?八神不能用,马力可以用啊 因为马力不在六强之内 我们看大口的龙二,三气龙二,前冲,三,前冲,三,前冲,中拳,直接取消射射中断 帮助,不防,但是血量太长太早,对方有三气了 他这些血量,对方三个能量的反击他就差不多了,没有了 哎呦,超不过人家 反映这时就会理解坏男孩子 真气是哪个?真气就是真气压射啊 就是神仙用的这个角色 六强谁啊,六强就是 呃,大门八神,不知火舞,神乐千丝,克里斯 克里斯是两个的,一起两面的,真克里斯,还有表克里斯,算了,两个人 欢迎Fifer回家,外潮,那么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红木格之间 现在正在直播服,说的是全方98的中韩主队对抗赛啊 现在中过两个人,韩国两个人了 只剩下大口给小孩了,哎呦,漂亮,大口这里是险胜了一笔 给大口点个赞吧,小伙伴们,好吧,真的太难了 开张了,大口拿下了神仙,又一颗币 漂亮,漂亮,这才是大口嘛 刚才是很险,但是你看,顶级高手这种 具体上这种把控能力啊,就是让 他求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心态,良好的心态,不慌不忙啊 直接用战轻腿的判定,打对方一个调压 大口现在赢了第10个笔,然后呢,神仙这里剩下了8个笔了 欢迎小可,加入他们13008名分赛成员啊,感谢小可朋友的家团 小可也是第一片来,是吧 OK,现在是大口的小赛点击,如果赢了这个比他,他就下去坏小孩来打 宇宙桃又来了,但是宇宙桃这把打得不是很好,上来被地方干掉7个血量 哇,宇宙桃没有了,发现不能说宇宙桃 就说宇宙桃,韩国人打他,打得越狠 六强就是大强二强 好了,那现在今天是来自于大狗神仙 感谢如飞的点弹支持希列菲尔啊,辛苦了 历程不打了,历程交队也去了啊,那么咱们来看,就是一个断头台 哇,这是一个麦克版的,光光光啊,愣踹啊,太帅了这招啊 相当的屌,相当的霸气 这里反击,口地,稳住啊,坚持住,好的 有这个小跳的重腿,接到对方一起跳,那现在的局面是来自于 龙二,对战跑踢金 龙二反波这招,其实不实用的啊,真的不实用 所以说,你很难看到龙二在实战当中用轻易的,他都不会用这个反波这个技能啊 打磕的龙二现在是暴气,前中,跳飞,抓一个麦克版的,又是一个射杀 又真真,啪啪啪啪啪啪啪 帅气,还有一个真,还有一个欺压者啊 欢迎我的名字,十二个,四尔,你好 现在回到了原点,都是两个人的最后一个大将,这个角色叫做二尔西藏红弯 这把有点悬,不可能,你要相信打克的实力,他的红弯,现在,现在,是两个人的最后一个大将了,这个角色叫做二尔西藏红弯 刚才你看没有,雷阵权打出康子之后,最后一段判定存在的时候,最佳的一个战青腿 造把头啊,男孩子,你们那边管他叫造把头啊 大口闻一下,别被他偷袭了,还有四秒钟,哇擦 雷阵权魔血但是来不及了,大口,哎呀,大哥呀,你这个 你这个输的,我跟你讲,没有话讲啊 平常没见你这么怂过,到关键时刻,就不应该往后退了,太保守了 被对方偷塔了啊,哈哈 哎,宝马我不开 牙漏相逢,勇者胜啊,这里大口自己漏气了,是不是 心态上就已经告诉对方了,我要撤了,你别过来啊,我害怕了 五六大师,我终于找到语言了,你还不知道语言呢 在屏幕下方三个点,打开它就可以看到了 想在家里玩机器游戏兄弟点开直播下方的小黄车啊,拍下咱们的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 准备来打一条三了,兄弟们,要是一个荒咬三段,背后用了一个虎符来收工 一条二,口地用自己的草亭告诉你们,什么叫做一条三,什么叫做宇宙草 先来一个虎符打打的打鸡,对面有两气,小孩这里,不是,大口这边也还有两气 往下三段,接气来 小跳耐罗罗,定在轮上跳推,压制切房 对方下皮狭一直接木压一个散,必确认,现在抓头,杀了 跳起来追压一动出来,蹲下盘吧不接,而且被对方确凡一个生龙,伪招 前种下皮狭一确认,无视,漂亮,这才是大口,恭喜大口